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章 如果所罗门他没有继续的 在圣殿盖好之后 没有继续的在他的 国家的整个兴盛 不断的 到达顶峰的时候 他若没有继续来依靠神 就好像一个人爬得越高 绳子没有抓紧 跌下来也就跌得越惨 第九章这边让我们看见 所罗门整个 第九章十章都一样 所罗门整个北中南各个地区 内政外交 各个方面都是错综复杂的 以及国际贸易 里面有很多的对手 但所罗门因为依靠神 所以他都有智慧跟能力 来处理这些事情 以至于他成为那时候的霸主 他掌控了 整个中东的局势 也成为 最富强的国家 那看起来所罗门 虽然这个有很多潜在的危机 但他能够依靠神 把这些都处理得非常的得体 非常的恰当 但十一章我们看见 反而在所罗门最没有防备的地方 就是他的后宫 他的后宫有非七百 并三百 提到说这些都是外邦的公主 嫁到以色列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 雅门女子 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 赫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曾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 却恋爱这些女子 所罗门 有非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贫三百 这些非贫 诱惑他的心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非贫 诱惑他的心 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 他父亲大魏 诚诚实实地顺服 耶和华 他的神 因为 所罗门 随从西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和亚蛮人 可憎的神 米勒公 所罗门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 他父亲大魏 专心顺从耶和华 所罗门 为磨牙可憎的神 基摩 和亚蛮人 可憎的神 摩洛 在耶路撒冷 对面的山上 建筑秋潭 他为那些 向自己的神 烧香献祭的 外邦女子 就是他取来的 非贫 也是这样行 这边所提到 就是 所罗门 他宠爱 甚至深深的迷恋 这些外邦的公主 经文也说到 耶和华曾经 小遇以色列人说 不要跟这些 外邦的女子通婚 因为最后 他会带领你的心 去敬拜 他们的神 你们就会离弃 耶和华 虽然 这个 大魏 他也曾经 娶了外邦的公主 亚沙龙 第三个儿子 长得最帅 那个亚沙龙 就是 这个基数王的女儿 跟大魏所生的儿子 那很多时候 我们想说 这个大魏 娶外邦公主 也还好 为什么 所罗门就不能娶 常常是这样子的 就是神吩咐说 这个不要做 那个不要做 那这个基本上 常常就是说 好像 有人 没做 有人做了 好像也 也没什么事 那但是呢 他就是真的会出事 虽然大魏的时候 没有因为这个 而出事 但是所罗门 就因为这样出事 很多人很讶异 所罗门怎么会弄到 在外面 打遍天下无敌手 谁都 没有 这个不是他的对手 为什么偏偏在 后宫 他就是 拜了一塌糊涂 甚至干脆 离弃也和华 然后呢 什么神他都去拜了 都跟着那些兵妃去拜了 这边讲到一个关键 应该是两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他 爱恋这些 女子 基本上我们如果 从整个列王纪上 一到十章来看 神一开始 透过所欧门一个人 从他开始 他敬畏神 而产生智慧 因此神就使用 他成为贵重的器皿 他进一步就影响 他的文物白观 影响民间领袖 最后影响的 整个以色列 所有的士农工商的 每一个百姓 都效法他的榜样 去敬畏神 就能够在自己的 这个岗位上 成为神所重用 贵重的器皿 所以呢 整个国家 都敬畏神的时候 外邦都觉得惊讶 纷纷派人来学习 想知道 怎么样能够 得着神的智慧 甚至不惜 派女儿们来结亲 在这个第八章 所罗门做的 宪殿祷告里面 他也是 把一样的观念 再次的表达 特别提到 如果因为这样 有很多的外邦人 来到耶路撒冷 神的圣殿 他们因为敬畏神 觉得这个神 太了不起了 这个神 可以落实 在人间真实的生活里面 使人可以遇见神 而使人 不仅是离开 他生命的苦难 受伤 或是不顺遂的地方 反而更进一步的 可以因为遇见神 而得着敬畏神的智慧 就能够让自己的生命 发挥的淋漓尽致 满有产业 所以如果外邦人 因为羡慕以色列人这样 他们也来在 在伊路撒冷的外邦人院 那个地方向神祷告 神也要大大垂听 他们的祷告 让他们经历神 让他们敬畏神 还记得第十章的时候 赤巴女王来踢馆 结果最后怎么样 由她的口中说出 耶和华 你的神是值得敬畏的 因此弟兄姐妹 如果所罗门 能够继续顺着这个逻辑 他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借有这样的机会 让这些外邦公主 嫁到他这里来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这个 所罗门他的形势比较强 外邦的公主 其实应该要受他的影响才对 如果这些外邦公主 都被他影响了 以至于这样 让这个耶和华的信仰 透过这些外邦公主 再回传到 他们自己的祖国 不得了啊 这就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 宣教的一个事工 那可是所罗门 并没有这样做 所罗门他外面 外交啊 跟这些其他国家 他可以做刚强大丈夫 但他面对这些女子的时候 他因为自己的私欲 他就把神撇在一旁 他就让这些女子 成为他的神 他就把神丢到脑后去了 因此呢 特别在他年老的时候 以前他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觉得说 我可以一边爱你们 一边任凭你们 让你们就去拜你们自己的神 你们要跟你们的神烧香啊 你有这个私香病啊 你想要借由这个 跟你的神烧香献祭 让你这个私香的仇 可以一解 或是可以有安全感 好了 我不勉强你就去做 那我自己信我的神 例如说那时候 他就安排法老的女儿 干脆帮法老女儿 直接盖一个宫殿 让他不要住在靠近 耶和华圣殿的旁边 他就把他分开 他年轻的时候认为 他自己可以把这样的事 双轨处理得很好 但他年老的时候 因为他依赖这些女子的爱情 越来越强烈 到后来他就 承受不住了 弟兄姐妹 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 我们常常认为 我们现在跟神关系不错 我在服事里面 我在奉献里面 我在主日里面 我在各样的侍奉里面 我好像跟神关系很不错 所以有一些 其实是神提醒我们是 蛮有试探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们认为 我们跟神关系不错 所以我们就觉得 那个我不会 那个我不会 我不会那么笨 我不会就踏入魔鬼的试探 或圈套 有时候神是跟我们说 生命中不要给这些东西留地步 不要去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 不要参与一些 其实不是很讨神喜悦的事情 你说我没有参与 我没有参与 我没有随同他们一起作恶 但是你好像又保留一个模糊空间 你灵性好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有抵抗力 你就像这个所罗门 你心灵里面老迈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抵抗力 你就整个给魔鬼留很大的地步 一夕之间我们就软弱跌倒 这边所罗门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 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耶和华对他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然而 因你父亲大魏的缘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魏 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因此呢 这个第九节 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 然后呢 就对他说 你没有遵守这样的跟我的约定 然后你既然行这样的事 我就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十二节 然而 因你父亲大魏的缘故 还不是因为你所罗门的缘故 是念在我曾经对你父亲大魏 所立的誓约一样 你现在毁约 不遵守你跟我的约定 但是我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我却没有撇弃 我跟你父亲所立的约定 所以呢 我不会在你活着的日子 把这样的审判 审判落在你的身上 会在你儿子当王的时候 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我要因为我纪念 我跟我仆人大魏 的一个关系 立约 所以呢 我会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还记得整个圣殿的时候 索罗门的祷告 整个索罗门在献殿祷告 唯一的主轴 列举各样事情 但是都是同一个主轴 就是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要遵行你的道 我们就成为蒙福的器皿 但人都很软弱 所以我们在各样的社上 如果得罪人 得罪神 或是整个国家得罪你 甚至国家都灭亡了 我们被掳了 我们那时候如果悔改 向着圣殿这个方向 祷告都恳求你赦免我们 使我们重新来过 这是整个宪殿的时候 祷告的一个中心主题 也就是人都是软弱的 主啊 这个祷告的殿 请容许我们悔改 向你祷告的时候 就求你赦免拯救我们 这是他整个 要继续停留在神同在里面 最大的一个秘诀 因为人都很不完全 很容易软弱跌倒 所以软弱跌倒的时候 跟神悔改 神就垂听我们悔改的祷告 就愿意不把他的同在撤走 不把他的荣耀撤走 我们讲说整个 这个所罗门圣殿的 建造的神学 就是把神离开的荣耀 请回来 让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在 但是这边我们看见 出了这么大的事 所罗门没有跟神悔改 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兴起 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先前大卫攻击以东 元帅约压上去藏埋阵亡的人 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 约压和以色列众人 在以东住了六个月 直到将以东的男丁 禁都剪除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 他和他父亲的臣仆 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 他们从米殿起行 到了巴兰 从巴兰带着几个人 来到埃及 见埃及王法老 法老为他派定粮食 又给他房屋田地 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 以致法老将王后 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 达比尼的妹子 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基努拔 达比尼使基努拔 在法老的宫里断奶 基努拔就与法老的重子 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 哈达在埃及 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 元帅约压也死了 就对法老说 求王容我回本国去 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 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 我没有缺乏什么 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 利逊兴起 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先前逃避主人 索巴王哈达底屑 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利逊招聚了一群人 自己做他们的头目 往大马色居住 在那里做王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 哈达为患之外 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 他恨恶以色列人 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所罗门没有跟神悔改 因此神就任凭他 这个不悔改的心 在第十四节开始 就兴起了两个仇敌 成为所罗门的外患 一个是这两个仇敌 都是以前他爸爸的手下败将 然后一个是以东人 以东王的儿子 拜在大卫的手下 他的儿子逃难到埃及 我们刚刚讲的第十章讲 埃及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一个国家 大卫这个所罗门是靠着神给他的智慧 才能够处理好他跟埃及的关系 埃及他就窝藏了一个 这个以东的王子 等到这个神 他弃绝所罗门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以东的王子回以东去 透过这个埃及王的扶持 回以东去 然后就成为所罗门的敌人 第二个是亚兰 这个新兴的一个国王 叫做利逊 他以前也都是大卫的手下败将 神他就使用这两个手下败将 现在要来成为这个 审判所罗门的一个 警告他的一个工具 所罗门如果接受这两个警告 他应该要赶快来悔改 可是他仍然心硬 他仍然不愿意 弟兄姐妹 赶快回转归向神 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事 不论光景甚至到一个地步 向宪殿祷告说 我们如果不听你的劝 甚至到国破家网被掳了 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 不论你现在光景如何 当我们回转归向神 神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愿神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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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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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